离感恩节就只有两天时间了 这个感恩节我们要到女儿家去 有点兴奋要看到小外甥 小外甥女了 那我们每次去都是要带点东西的 这次也不例外 对吧 我今天早上跑去商店去买东西 那么买完东西以后 我马上把给小孩的这个礼物包一下 我这是去准备带什么东西呢 都是带饼 今天要做一个pecan pie 就是三核桃 pie 明天准备做个鸡派 再做一个鲁蛋派 就是带这个去 然后我再买了一只鸭 那鸭我就不在这里做了 我把它腌好来 带到那边去烤 因为现烤出来的是那个皮是脆的 刚刚到超市去买了一点鸡 买了有机的鸡的里鸡肉 非常的贵 你看看那个价钱 那在商店里面呢 这个火鸡才五毛九一磅 那个鸡派呢 就是叫chicken pot pie 给两个小孩的圣诞礼物 今天也包一下 这是一起带去 因为圣诞节前后 怕有大暴风雪 那我们就过不去了 这个pecan pie 里面主要的成分是黑色的糖浆 所以颜色偏黑 买来的鸡肉 我们把它煮熟来 然后撕成块状 准备明天用的 做鸡派呢 先应该把所有的蔬菜炒熟来 我用的是洋葱 蘑菇 还有一点大蒜末 汤料我用的是鸡的浓汤 因为里面有淀粉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另外加淀粉了 加鸡肉进去以后 也许会有点干 千万不要加水 用这种cream来调节它的干湿度 加盐 加黑胡椒调味 最后加一大勺冷冻的蔬菜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卤蛋派除了洋葱蘑菇以外 我们还加了冷冻的菠菜 用的培根也是昨天炸好来切碎的 这个卤蛋派里面盐一定要少放 因为里面有培根 培根是咸的 洋葱和蘑菇要炒熟了 冷却以后再加进去 忙忙碌碌两天一下就过去了 剩下的任务就把这三个派全部都给它包装好来 不要让它损坏了 鸭子从昨天开始腌制 我用的是炒鲜烧烤酱 我想结果也会很好 明天早上一大早我们老两口就往女儿家赶 那么在这里我就祝大家感恩节快乐